最近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离不开 你领好了没 花铃县每人3000元的振兴券发领作业 今天是倒数最后第二天 卓西乡公所内领券台上午 是仍有许多的加护民众 陆陆续续的前来领取 那么根据民政客的初步统计 全卓西乡目前振兴券领送达到了9成 剩下300多份尚未领取者 也呼吁乡庆民众要把握明天18号 最后一天前来公所领取 10月12、13号一连两天 在各村里发放所发放振兴券高峰期过后 就已经约有8成左右发放率的座西乡 今天发领倒数最后第二天 设置在乡公所办公大楼内的领券台 上午仍有家户以及民众 陆续前来领取面额3000元的振兴券 我们的一个小券信接着 不错啊 大家怎么会 等一下啊 就是买饭 请大家吃大餐 卓西乡人口约有6000多人 振兴券发领作业截至今天为止 民政客统计资料已经有5400多人领取完成 科长苏亚文依照了乡公所曾发放消费券的经验说明 鲜少百分百万领的主因 我们剩下的三四百位还没有来领取 那大概是九成以上的发放率了 希望还没有领的相亲赶快把握时间 明天下午5点以前赶快来公所领取 那比较会慢一点领取的主要原因大概 会比较慢的大概是可能在外地工作 或是要等到礼拜五下午 顺便回家 回老家看看家人 有的会是这样子 那有的可能是 长年就没有回来 或是说已经举家整个签到县外的 所以家里面就没有可以委托的人 大概会有这样子的 举小部分的相亲会是没有办法回来领取 花莲三千元真心券发房率已经达到九成的桌西乡 尚有三百多份还没有领取 乡公所也呼吁相亲民众把握明天18号最后一天 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5点的最后期限 携带相关文件资料 前来相公所名政客领取 预期为领取者视同放弃领取 记者是玉兰张敏泰 卓西采访报道